早安 我是牛尾欣 早安 我是林德榮 早安 我是Emily 潘碧靈 8時中午我要說話 今天來自問題中心的故事背景 她說她是朋友的伴侶不小心 送出發霉的冷凍食品 當時朋友看到後 馬上打給伴侶說 退貨 退貨 不行 也有做QC 真厲害 冷凍食品都會發霉 因為你一冷凍後 很難會發霉 她所有的東西都會發霉 怎麼會發霉的 還看到霉貌很厲害 很細心 或者看到剛好過期 無論如何 誰知道 這件事傳出去後 有些無聊人到處說 她的朋友賣這些發霉食品 事實上已經退貨了 沒有賣了 但那些人可能有刻意中傷 因為做生意 可能真的有這種招數 我們稱為骯髒 所以現在她說 怎麼算好 怎麼可以處理這件事 如何處理無聊人 但看來這個人 他們都是相識 可能都是朋友 或者是行內人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題 就是如果行內人抹黑你 你應該怎樣做 肯定是幫她澄清 我覺得最基本 或者罵爆她 我應該會直接當面 你有什麼證據 你有什麼證據說我來賣法 沒有什麼 就先兇她 如果要發生這種事情 你一定要面對 去解決她 對 你又不可以當作偷偷搏 沒有事情發生這樣 是不行的 事實上全白 有些人沒有查清楚 老實實 這是我認識你們兩個 尤其是我們現在長時間相處之後 我發現是你們的優點 你們是那種 如果你覺得不對勁 你們就會面對處理 因為我的性格 通常一般上 我是那種 隨便吧 我不會去 時間會沖淡一切 總之你不需要理她 你做好自己的本分 時間就會沖淡這件事 因為我的性格是這樣的 但因為這件事 是關乎她公司的聲譽 聲譽 對 和客人的信心 所以我覺得挺大事 你可以學那些明星 經常被誹謗 寫一個公開的道歉 說抱歉 讓民眾擔心 我們已經處理了 怎樣怎樣 還要做一個律師行 說誰誹謗她 道歉一定會愛的 因為有誠意一點 都要跟民眾說 其實他們已經很快處理掉 那些發美的東西